董哥我們先來看 你怎麼看呢 如果說猴柯在一起 有媒體各自解讀 說藍白河 有人說誰蹭誰 那你覺得呢 因為現在的氛圍 就是他們河已經有一點點 有一點影子了 前一陣子比較沒有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會給很多外界遐想的空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 郭台銘可能就要參選了 依照他的動作 那大家就覺得說 如果四角都的話 那一定是賴清德堂的當選 這是現在很流行的一句話 那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要合嘛 那合的話 當然是民眾黨還有國民黨 合起來最有力道 因為大家都比較有組織嘛 那我們也知道 他們等於說 現在在民調分積二三名 二三年起來 會不會比第一名的會強 其實現在看所有的民調的 贏的機率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大家就會有期待 那柯文哲PO出這一張照片 其實是在呼應大家的期待 但是必須要很明白的講 其實因為柯文哲最近的民調 稍稍下跌 侯友宜慢慢在有點上升 所以本來藍金有一些 比較堅持反對 認為說如果柯正 侯父的話 那國民黨怎麼辦 國民黨有這麼多人選立委 這些立委 你的母親變成是人家的副手 其實力道就很差 那這回想像的空間是比較擺在說 先不要談誰政誰負 就是再把這個時間 再往後拖嘛 反正十一夜嘛 那到時候再來看 就是說要怎麼樣一個合的方式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比較好的氛圍就是 譬如說柯文哲現在台中 那台中蔡壁如這個席次 他們已經提名了 國民黨沒有提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好的跡象 那柯文哲也釋出一些善意 說我鬆信 我吳心靈不要選 因為得小心不好意思 那志強 劉志強跟我也不錯 所以他也釋出了一些善意的話 就變成很多 60%期待民進黨下台的人 他就更有想像空間說對嘛 就應該合嘛 那既然合的前提如果有在的話 那大家的信心就大增 就不要讓民進黨這樣躺的險 這是目前整個的狀態 看一下有關於居住正義 因為今天這個場合呢 藍綠百都去了 那大家說什麼就是重點囉 好賴清德說 重申居住三對政策 打政機力鏈牌 好我們就看誰的讓你比較有感嘛 好來再來白的柯文哲呢 喊大力的蓋 蓋蓋補 不貪污 他說他不貪污 不打高空 好那侯友宇說 租屋透明 住得起 誠信正直是原則 好就這三點呢 好大家覺得哪一個 講出來 不能是口號 我說未來可能要來實現 如果當總統的話 要來實現的這個政策 是讓你有感的 好賴清德幫我加一 柯文哲幫我加二 侯友宜幫我加三 都無感你就加零 好那就這些政策來看 的確很多年輕人都在說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我想租租不到 又很貴 我想買又買不起 而且又很貴 好現在面臨這樣的情況 大家薪水都沒漲 但是呢 雞蛋都在漲 什麼都在漲 好居住正義漲了這麼多年 結果呢還是一堆人沒有辦法買房子 為什麼呢 那國家要怎麼樣 未來誰當總統之後 有辦法改善這個問題嗎 董哥你覺得呢 這個議題 他這個議題 他其實非常久了 大概十年前 對啊但是都沒感覺 對 十年前那時候 曾經有媒體做了民調 就台灣的年輕人 他們在棄的是什麼 那十大民宴之首 就是房子呆貴 好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大概就是太陽花 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那柯文哲那時候 要選台北市長 他提出一個政見 就是給他四年台北市長 他蓋兩萬戶 給他八年蓋五萬戶 那柯文哲最重要的政見 那時候幫他操盤了 最主要是林景章 還有民進黨的一個軍師行人 就是張景森 張景森在台北市當過發展局長 那我那時候就提出質疑 我說不太可能 我台北市跑很久 那他們就圍攻我 我說你們連地都找不到 那他們說你可以上網 有十九塊地可以找 那當然現在證實我是對的 但是我不是要跟他證實對錯 因為我比他們高評很多 但是講這樣是怎麼樣 柯文哲那時候就獲得非常多 年輕人的支持 那比他年輕的連勝文就輸了 特別值得一提 連勝文的競選總幹事 就是蔡振元委員 那時候的情況 2014年 那接著2015年民進黨 就提兵了立委 也提兵了總統是蔡英文 所以民進黨也就打蛇水棍上 就開始去打房屋的議題 因為那時候馬航九在執政 所以打出來的時候裡面最有名的 就是蔡英文提出來了 給他八年總統他可以蓋二十萬戶 這就是現在大家在討論二十萬戶 那時候吳思瑤 吳思瑤說現在少子化 所以呢 他的選區是四連北投 四連北投的政戰學校 沒有那麼多人來當兵啊 應該有一半用來蓋社會住宅 那現在 柯文哲是我們民進黨支持的台北市長 我又當這個選區的立委 蔡英文又當三軍統帥的總統 所以我們絕對可以兌現 各位朋友可以上網 吳思瑤的臉書我前陣子看 這些文章都還在啊 20152016的文章都還在 現在2023年了 那當然我們知道現在政戰學校 怎麼動都沒有 所有連異產的圖都沒有 連規劃都沒有 三軍統帥都快卸任了也沒有 我告訴你就是一場騙集啦 那這個騙集當然大家騙 年輕人聽得很高興 那最後發現是一場騙集 那這一場騙集其實最主要是怎麼樣 就是館長跟黃國昌 他們想拉抬柯文哲 所以他們在等於說7月16日 大家記得凱道 他提出了兩個公平正義的訴求 最主要就是皇屋跟司法嘛 所以我們看 那時候就很多人就有感覺 民進黨發現大事不妙 就開始去圍攻館長跟黃國昌 那時候的這樣的背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民進黨他是有殺傷力的 那現在議題再回來的 殺傷力繼續存在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酒髮醬 水分補水分補礫 他需要下廃補 來自明星融 你不來 身體健康 我不會太過籬 我不會太過神 你不要太過神